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每周一到周日晚间九点播出的张有华 挺三国 我们上一期就讲到周一跟文臣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期就来讲讲周一跟武将集团之间的关系 上一期是文臣 这一期是武将 为什么我们要讲武将 我们看东吴的武将大概他出生六大系统 一大系统就是侵虚系统 侵虚系统像太史词等等那些 这些都是算是老一辈的将领跟孙策之间的关系 这些将领他们都是北方人士 所以呢 可以略而不论 那第二个呢 就顺策来讲 他吸取的几乎都是什么 怀氏将领 那怀氏将领是嫖悍勇敢又有战略观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讲到 叫做江东行将领 那这种江东行当然是与陆逊 就是江东四族准备跟孙家合作的 好 这些叫江东行 除了怀氏集团江东行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还有许多是一个所谓的江北的将领 好 所谓的江北的将领 那这些江北的将领基本上它是依附在怀氏集团的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讲还有一个叫做小怀氏集团 这个是第四个 那第五个 各位去看好 东吴有很多的将领 就是我们讲的除了甘陵啊 他们这些人 他们都是出生在长江边上的将领 这些就是长江边上的将领 那这一些将领算是依附于怀氏集团 但是这些将领他经常跟江东集团的将领是不合的 那第六个 大家都忽略了 孙家是以一个武力集团起家 所以孙家的人还有包含他宗室的人 也有很多将领 像宜陵之战 孙环等等这些人 其实这些都是孙家的宗室 就是孙家的人 我们可以看他的武将集团是有这六大部分 不像文臣集团 文臣集团我过去讲过 会计氏族 江东氏族 还有江北 还有一般所谓的 所谓的就是从北方南下而不属于江北集团的 像第一任的首相叫孙少来取代张昭的这个人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的文臣集团里面大概是比较清晰一点 可是他在武将集团里面是极为复杂 那在一个极为复杂的环境之下 我们必须要理解到就是周瑜跟武将集团之间的关系 各位要知道周瑜是第一代的大都督 第二代的大都督是鲁树 第三代是吕蒙 第四代是陆逊 那当然中间 中间他还有一个叫做朱兰 就是陆逊完了以后还有朱兰等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东吴的都督里面 我们得到两个事情 就是说东吴的文臣比较单纯一点 就政治派系上面你来讲的话比较单纯一点 但是就武将派系你来说的话 几乎陈朴寒当等等 这一些人 这一些人的资历从孙间一路到孙权 他的资历是比周瑜还要高的 就是他有资深将领 那这些资深将领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们的资历全部都比周瑜高 还有一个各位也好大概都忽略了 东吴的军事体制 他统率权不会交给一个人 他一定分左右都 所谓左右都各位去看赤壁之战 左左右都就是一个周瑜一个陈朴 而陈朴反而他的资历比周瑜还要深 然后就是说孙吴去徐曲关羽的时候 他也希望一个是用中士一个用吕蒙 两个共同夹杀关羽 吕蒙告诉孙权 吕蒙反正告诉孙权 反而告诉孙权 他说能不能不要这样子 他说那你这样子的话 那我很难做事 所以孙权勉强的把左右都的左都把他拿掉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三国既然是以武力立国 武将的发言权当然超过了文成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周瑜跟武将集团的关系 我们来看周瑜在武将集团里面的威望 各位知道周瑜他在赤壁之战领兵作战的时候 很多人对他都非常的不服气 一直到战争打完的时候 陈朴说了一句话 跟周瑜相处如饮酒 越醇越香 这个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经过赤壁之战 这一战的考验 武将集团几乎都并不服从 所谓周瑜的领导 那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周瑜呢 因为他本身是世家公子 他对于功名利禄跟名望 看得并不怎么重 所以呢 他能够善待不俗 这一点是周瑜他了不起的 圣不骄 败不磊 然后为了东吴攻打江陵的时候 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周瑜他这个人他才活了三十六岁 那他活了三十六岁 他尤其对于武将集团 所以周瑜那个时候为孙吴 他立下了一个规矩 就是说凡担任大都督者 都是由统帅任命 就是说由前一代的都督来推荐下一任的都督 那这个呢 在东吴的军事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那这一种大都督的权责就很重 你看鲁树也好 周瑜也好 他们都专管一方 他专管哪一方 就是专管荆州事务 一个是对付曹操 一个是对付关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周瑜跟武将集团之间的关系 他的感情我们不论 但是至少就制度上你来讲 很少人都 很多人都忽略 周瑜他最大的贡献 就制度上面你来讲的话 是由前任都督推荐 下任都督 让这个都督制度能够建立 而不随君主的喜好不同 而有所改变 那很多人都认为说 任命将领 那个是最高统帅的权利 当然当然 都是最高统帅的权利 但是你能够建立一种制度 由前任推荐后任 然后让统帅划压 这个是不简单 那周瑜他定立了这个制度 那第二个就是武将集团 对于周瑜的看法 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向各位来看 过去像那个陈浦 韩当 对于周瑜是非常不满 各位来看 因为东吴的武将集团里面 他有北方来的 他有淮市来的 他又有江东四族 又有所谓的长江来的这些将领 就是南方级将领 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个体 那这种复杂的个体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周瑜要怎么组合他们 或者整合他们 各位要理解到 去组合或者去整合一支部队 比一个朝廷的组成还要困难 其实是部队最难整合 也最难组合 各位要理解到两件事情 军队的组织编制跟文人不一样 文人可以没当过一天兵 就可以做国防部长 但是武将你要从一个少尉排长到一个上将 至少三十年到四十年 所以就是说 对于军人的培植跟文人是完全不一样 那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说两件事情 我们就拿这两件事情来说好了 其实鲁术是推翻了周瑜的政策 但是周瑜还是推荐鲁术担任大都督 这是什么道理 各位想想看 这是什么道理 就是说 这个就是军中传统的建立 我纵然不同意你的意见 但依你的才能 你可以接替我为大都督 不像现在 下一任改了上一代的命令以后 那上一任的一旦当了大官回来 一定整下一任的都督 其实鲁术跟周瑜之间 他们很多的战略观是不一样的 如同周瑜是希望消灭刘备 但是鲁术不同意 如同吕蒙也好 还有其他将领也好 吕戴也好 他是主张软禁刘备 跟周瑜的看法一致 但是鲁术反对 这些都是我刚刚讲的 而人民都是历史上可以查证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像包含借荆州 为什么在周瑜时代 周瑜就不肯出借荆州给刘备 荆州算是南郡了 为什么 他不肯 不肯的时候一直要到鲁术上台以后 双方的关系才改善 这个就是涉及到他武将集体之间 对于周瑜权责的重视 对于周瑜威望的重视 我们再来看 我们别的不说 我们再来看 他来看 看那个周瑜 就是说鲁术虽然不同意的周瑜的很多的做法 但是基本上周瑜所定下来的规矩 他都接受 除了刘备这个事件以外 那吕蒙也反对这个鲁术结交关于 但是吕蒙也没反对说鲁术定下来的规矩 我必须要做一个重大改变 没有 统统没有 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就是说周瑜在武将里面的威望 他是一个制度建立者 任何一个威望 他建立的不是在于他的事工 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对于将领 将领要那个建功立业 错 一定要建立制度 因为军人我们确确的说军人是一个武装团体 他是有武器的 所以军人对于他制度的建立比文官制度的还要来的迫切 那周瑜做到了这一点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武将与文臣的关系 事实上 东吴内部文武不合 是旅有传闻 旅有传闻 然后各位看 东吴到了最后 东吴到了最后 他的命运的悲惨 就是因为文臣陆陆续续的大趣 就是死亡 而相对于那些比较小的 像诸葛克这种人当权 他一方面他要跟中式抗衡 另外一方面他要跟武将集团抗衡 另一方面他要跟文臣集团抗争 抗争 所以就导致了东吴衰落的局面 然后变成内政跟外交 那最重要的是内部争斗不断 你导致果力的衰落 但是这个在周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周瑜时代 我可以说 就是说他纵然兵少 但是他只要做到两点 令出必行 第二个 抗敌有成 令出必行 抗敌有成 这个就是周瑜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周瑜的一些本传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三国之里面 写周瑜的都是写得不错的 那或许是周瑜他的功高正主 到了最后 孙权对于周瑜的儿子周 周映是非常不满意 把他的爵位把他剥夺掉了 那从这一点我也反映了几个事实 第一个孙权认为他能够当皇帝 就是周瑜把他捧起来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周瑜的功高正主 让孙权有所忌惮 那第三个就是周瑜在赤壁之战以后 他很多的一些表现 对孙权来讲 如果周瑜不死的话 孙权心不治安 这个是孙权的心病 而跟周瑜无关